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又到了周报时间了 我们来看一下6月27号到7月3号 这一周形象如何呢 哇好快哦 我们已经正式的进入下半年了 已经到7月了哟 这个月呢 我们一开始就是土海明三星逆行 我们已经进入三星逆行咯 其实从6月开始 你会不会有一种 非常怀旧 非常复古 然后很多老照片啦 老电影啦 或者是老的影像啦 又重复的出现在大家面前呢 当然旧式重提也是要有的 6月28号星期二下午的时候 海王星正式逆行了 其实我们之前就已经感受到 它的威力了 很多事情你想掩盖 你想要把它藏起来 都不是很容易哦 好人好事会被看见 但是坏人坏事也会被看见 秘密是会被揭发 会真相大白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星项 那就是自从太阳进入巨蟹座 巨蟹座同学生日以来哦 那就已经珠星开始移动到一个 陆陆续续有很多对分项的时候了 所以它形成了开创星座的Square项哦 开创星座Square项 它会给予每一个人一个重新开始的压力 所以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 有一种新计划不得不开启 很多事既往开来 要为自己开创 或者开始商讨一些人生大事 要不要搬家 要不要买房 要不要创业 那要不要结婚 这一类的人生大事 大家都放在心上哦 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是压力很大的一个时期啦 尤其是这个礼拜二到礼拜四之间呢 那是月亮扣动这个巨蟹座板机的时候哦 月亮扣动巨蟹座板机 对每个人来说 很可能会有家庭问题 亲子问题 或者是在公司里面 员工跟老板之间有意见不合 或者是如果啦 有离心离德的状况 最近可能会有白热化或台面化的趋势哦 更不要说呢 本周也是火星冲刺哦 火星冲刺在牡羊星座 所以年轻人就会容易暴冲 或者是比较有状况 很需要大人的谅解 如果你觉得你被小孩冲撞了 也许你要多一点时间去听听他们想什么 而不是跟他们杠上来破坏了关系 还有一点火星冲刺在牡羊星座 当然也会带来比如说人们很容易躁动浮躁 所以记得哦 你就算不是浮躁的人 也要预防别人很暴冲很暴走 所以尽量不要出入危险的地方哦 而且这个礼拜四到礼拜六之间呢 也是火星跟冲刺四分入相的时候 所以你越是用一种严肃的规范的方式 去面对那些年轻人 你以为你压得住他们 但其实只是在刺激他们更暴冲而已 所以蛮多冲突其实是这样展开的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聪明的去应对才好 不要硬碰硬 我们来看一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工作上来说牡羊双子巨蟹跟天蝎是有感应的 牡羊星座的朋友在工作上有贵人运 而且是女性贵人居多哦 他们通常蛮有专业能力的 也能够很实质的给予你一些资源或帮助哦 所以你可以跟他们问一问 这可能是解套的方法 另一个呢是双子座 双子星座的朋友你最近有很多的帮手哦 那这些帮手呢也真真正正的可以卸除掉你的很多烦恼 所以重点是你要愿意让人分担才行哦 另一个呢是巨蟹座 巨蟹星座的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呢 有非常多表现出色的年轻人 亦或是你自己本身就是那个表现出色的年轻人哦 所以工作上你要主动积极一点 你自然出色就会被人家看见 另一个呢是天蝎座啦 天蝎星座的朋友 其实最近的工作上面有一种突飞猛进的感觉 因为你越来越摸得清楚方向了 所以你只要寻着前面做的蛮好的地方 再加强追下去就对了 我们来看感情方面咯 那是金牛处女射手跟双鱼 金牛星座的朋友感情方面最近有一种 很想对人好情绪特别多的这种情况哦 可是你的表面上又看不出来 所以事实的柔软一点 释放一点你的真心真意 我觉得对你是很有帮助的哦 千万不要把自己惊在那边哦 另一个呢是处女座 处女星座的朋友最近应该会明显感觉到周遭的善意哦 那虽然这个跟桃花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我觉得不管是别人给你善意 或你给别人善意 这都是一个未来的种子 说不定当中就有未来的桃花哦 另一个呢是射手座啦 射手星座的朋友 你应该会被所谓的备胎弄得很烦 比如说也许他就是很爱你 很喜欢你 默默守候你 但是你却有点吃不下去 或你却觉得反而是一种困扰 有类似这样的心情 但对方是真的对你蛮好的 所以找出一个跟他相处的方法蛮重要的 另一个呢是双鱼座 双鱼星座的朋友 哇这个礼拜你就蛮双鱼的 周遭应该有蛮多可能性的暧昧 就是的确你观察那些小动作啦 小小的讯息啦都是真的 你要不要参考看看 我们来看一下金钱方面那是天品跟摩羯了 天明星座的朋友最近可能在金钱上会有比较大的决定 比如说你决定要租另外一间房子 还是在工作室方面有一个突破 所以有一种支出 不过这个支出是你觉得必要的 我也蛮觉得OK 另一个呢是摩羯座 摩羯星座的朋友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哦最近倒是有理财的契机 而且是蛮会的人想要带领你你就从善如流吧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那是狮子座跟水瓶座了 摩羯星座的朋友最近应该有筋骨痠痛的问题哦 所以适时的按摩一下啦 或者是伸展拉筋一下 我觉得是必要的哦 否则会慢慢变成顾及 那另一个是水瓶座 水瓶星座的朋友 你要注意三高的问题 最近是不是吃太好了 或胆固醇过高等等要小心哦 的确身上的一些弱点会被 这些太好的食物给突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